理解篇章三 在便利店门外 有位女士掉了一枚一元硬币 刚好滚落到一个乞丐的跟前 下肢残疾的乞丐捡起那枚硬币 想还给那位女士 那女士微笑着摆摆手 我会心一笑 这一幕让观者的心窝涌起一阵暖意 小时候生活很辛苦 经常要挨饿 但是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 每天早上起床时 妈妈常会给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一些惊喜 她能像变魔术似的 在桌子上摆放各种水果 每天妈妈总是第一个起床 然后跑到不远的果园去捡水果 在水果成熟的季节 晚上总有风吹落一些 被小鸟啄过或成熟的果实 果园主人 对来捡掉落地上的果实的穷人 向来宽厚仁慈 没有刁难他们 有一次刮台风 龙眼树下全都是果实 我们几个孩子 高兴得手舞足蹈 大喊大叫 结果 我们被妈妈臭骂一顿 我们怎么可以幸灾乐祸 人家的损失那么大 妈妈认为 人家落难时 我们不能趁火打劫 只有在丰收时 我们才可以分享 否则就是没有良心 那几天 妈妈没有去捡水果 别人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 我看到妈妈善良的一面 那一枚滚落的硬币 就像偶尔从树上掉下来的 一个苹果 一串葡萄 一个芒果 它不单给人一种 美丽又温馨的快乐感觉 更是人生的宝贵启示 问题八 乞丐为什么把一元硬币 还给那位女士 A 她不要那女士的施舍 B 硬币是那位女士掉的 C 那硬币滚到她的跟前 D 乞丐发现作者留意她 问题九 为什么作者的母亲 每天第一个起床 A 要为孩子们准备丰盛的早餐 B 想要给她的孩子们 一个惊喜 C 跑到不远的果园里 去捡水果 D 帮果园主人 清理掉落的水果 问题十 台风过后 果园里的龙眼掉满地 当时母亲的心情是怎样的 A 庆幸孩子们又有水果吃 B 不知道该不该去捡龙眼 C 为果园主人的损失惋惜 D 怕给别人说她幸灾乐祸 理解篇章三 在便利店门外 有位女士掉了一枚一元硬币 刚好滚落到一个乞丐的跟前 下肢残疾的乞丐 捡起那枚硬币 想还给那位女士 那女士微笑着摆摆手 我会心一笑 这一幕让观者的心窝涌起一阵暖意 小时候 生活很辛苦 经常要挨饿 但是 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 每天早上起床时 妈妈常会给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一些惊喜 她能像变魔术似的 在桌子上摆放各种水果 每天妈妈总是第一个起床 然后跑到不远的果园去捡水果 在水果成熟的季节 晚上总有风吹落一些被小鸟啄过或成熟的果实 果园主人对来捡掉落地上的果实的穷人 向来宽厚仁慈 没有刁难他们 有一次刮台风 龙眼树下全都是果实 我们几个孩子高兴得手舞足蹈 大喊大叫 结果 我们被妈妈臭骂一顿 我们怎么可以幸灾乐祸 人家的损失那么大 妈妈认为 人家落难时 我们不能趁火打劫 只有在丰收时 我们才可以分享 否则就是没有良心 那几天 妈妈没有去捡水果 别人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 我看到妈妈善良的一面 那一枚滚落的硬币 就像偶尔从树上掉下来的一个苹果 一串葡萄 一个芒果 它不单给人一种美丽又温馨的快乐感觉 更是人生的宝贵启示 各位同学 所有的篇章和问题都播放完了 现在 你们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审查答案 You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th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Examination Goodby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